画画图部分,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画图部分的话 如果我今天希望再把这个图再画...再大一点 要有共用了 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就是画图部分 那有不要先放在这个位置里面 一样就是我刚刚有提到,其实你用插入这个图也OK 其实它只要有表格,它可以帮你画图 或者是枢纽分析表,这个地方也可以 那你只要找到那个枢纽分析图,这个按钮 其实两个我印象中其实差异不大 但是好像枢纽分析,我还是比较习惯 枢纽分析表,再来就枢纽分析图 两个其实好像搭的比较好一点 OK,然后枢纽分析图点一下 接下来的话,如果你要画的是比例的部分 比如我画两个,一个是针对比例上面 你可以用圆形图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点了它之后的话 按个确定就OK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把这个有关比例部分的图 把它移到...也许到A8的这个位置 然后把它放大一点点 OK 然后并且一般习惯会把这个标题稍微改一下 比如说这个地方 也许叫什么 红色的字,出体字好了 OK 类似像这样 字要不要放大就看各位 也许把它改成大概... 差不多16号 OK,大一点点 OK 好 那另外的话 就是最后这边是个图例 你可以看到 男生是这个颜色,女生是这个颜色 其实还蛮好理解的 可是未来像我个人习惯 其实我不太喜欢用图例 所以我会把它delete掉 那可是你说老师那delete掉之后的话 图例没有 那怎么知道哪个是男是哪个女生 所以你就无封 所以最后习惯上在上面 怎么样 点右键 这个时候呢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就有个新增资料标签 OK 那新增资料标签的话呢 就会有一个叫新增资料图缩文字 跟资料标签 那这两个什么差异 其实我比较推荐 你可以用下面这个 因为标签的话 当然最好是直接标签就直接上去了 然后他就直接帮我显示 显示这个结果 OK 所以我们按个滑鼠右键 你可以看到 这边一个叫新增资料标签 然后这边就可以把男生女生的数量 跟或者比例把它填上 他这个地方会显示比例部分 就是这个的比例 OK 直接指向这边 这样就蛮清楚的 可是 刚刚这个功能 Ctrl 这一下 我印象中好像是在 Excel 2016以后才有的 好像2013没有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旧版的话 我不确定 因为上课的同学的版本 如果没有统一的话 那很容易知道 老师为什么你有图说文字 我没有 如果你是旧版 只有这个 资料标签 那资料标签不能做吗 也可以 只是这个资料标签要做相当的麻烦 为什么 因为他只会显示这个 因为它只会显示这个 OK 版是多少 那你说老师 那上面我希望有男生女生 不然我怎么知道比例 谁是占多少 所以哦 如果你想要 假设你们没有那个功能 你就按右键 然后新增 新增 这个资料标签的话 那要改也不是不行 但是比较麻烦 所以当然如果你有新版 当然就简单多了 直接就新增图说文字 这样就搞定 但是如果没有 没关系 你可以再点它一下 然后按滑鼠右键 再把那个标签 有没有 这边也叫做什么 资料标签格式 再点一下 它会跳出右边 这边有一个让你选 那你要显示的是什么 我要显示的是类别名称 有没有 这时候百分比也跳出来了 然后我要产生的是值 这个或者百分比也可以 你看到百分比 这个值就把它打 不过值跟百分比好像结果一样 然后要不要显示指引线 如果不要就点 你可以点点看 这个理论上我不会让它 再来的话 如果你希望 它放的位置不要放里面 因为这个字已经黑的 它里面也是深的 所以看不清楚 我希望放外面的话 那底下有一个叫标签位置 你可以选择中点外侧 这样就出来了 OK 这样就完成 第一个图 OK 如果你假设 你没有那个按右键 没有那个新增图说文字的话 那可能稍微麻烦一点点 不过它也不是不行 只是说你可能再找一下功能 那第二个你说 老师那可是我不要圆形图 我要直条图 没关系 再做一个 一样哦 枢纽分析表分析 枢纽分析图 然后我把它变直条图 OK 按确定 这个时候直条图显示的 当然你一样啦 把它放旁边好了 所以你会发现画图 在Excel里面 其实真的还蛮easy的 如果是跟其他 像Python你就要写一堆程式了 OK 那一样啦 这边一样会有一个 这个东西 就是 他的这个 他的那个什么 他的那个图例 如果你不要一样 我希望把它delete掉 不过这个图好像怪怪的 他少什么 少上面的那个title 这个标题 可是如果你要把标题 找出来的话 其实他有一些设定 我印象中他应该是在设计里面 这边有个叫新增图表项目 OK 我印象中Excel 2013以后的版本 应该都长一样 但是10又长得不一样 所以可能还是要稍微看 这个名称很简单 这个叫图表标题 所以目前图表标题是没有的 所以你就找一下 这个设计里面的新增图表项目 然后这边有个叫做图表标题 5嘛 改成什么 图表上方 所以这边上方加一个吧 OK看一下 但他有两种 一个是上方 一个是重叠 不过我选这个好了 OK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 改一下这个叫做 新增图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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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 那等于我们就 绘制完成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在这个地方 这一样就是把 这个标题显示完之后 那我的习惯 那我的习惯 一样就是把它的颜色 都会变一下 颜色 看要不要改一下 然后自放大一下 这样的话呢 看起来还OK 但未来如果你要放在PVP上面的话 就把这个点一下 然后Ctrl-C Ctrl-V 贴过去 它那边就会有一个图显示出来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然后 当然啦 后面其实还蛮多可以练习的 除了性别之外 还可以年龄 做法都差不多 到底 到底这个 做问卷的年龄分布是怎么样 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 你很简单 插入一下 枢纽分析表 选范围OK 然后再把什么 把年龄放过来 再把年龄摆到值 那如果你要比例的话 一样把这边值的栏位设定 改成百分比 总计百分比 按确定 当然如果你要显示到整数位的话 你可以把常用里面 改成没有小数点 所以你可以看到 做问卷好像 最大比例好像是16岁到30岁最多 如果你要画个图 一样 枢纽分析表 我们画干脆比例图就好了 所以圆形图帮我绘制一个 然后放旁边好了 OK 你就把它放旁边 那一样 最简单的方法 上面一样就是年龄统计图 这边的话就是把颜色调一下 OK 然后这个图例我其实 我刚刚跟各位讲过 这个我比较少这样用 所以我按右键 其实最简单就是新增图表 Ctrl 字一下 最简单就是新增什么 图说文字 这样就马上就有了 最简单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是再把刚刚的标签加上去 这样就有年龄的比例图了 所以这边一样 所以年龄性别都可以 其他的部分的话就自己再玩玩看 但是未来如果你要做比较进一步的统计分析的话 其实还不只说只能针对性别或者是年龄 甚至你可以再多一个或两个条件 比如说我想知道 到底不同的年龄 会买哪一类的杂质 我蛮有兴趣的 所以其实最后 甚至你可以在底下看看 那会买哪一些杂质 那有没有这个问题 好像也这边有一个 哪一个年龄最常买哪一种杂质 所以你如果假设多一个条件的话 甚至你可以把这个再拖到蓝 等于是当成第二个条件 那你会发现 他出来的结果又多一个条件了 百分比也出来了 不过你想说老师那我不要百分比 我想要得到的是数量的话 没关系你就再把这个 直栏位设定 再把它改一下 改回来就对 改成无计算 按确定 他就把数量 把它再改回来 OK 所以请各位再试试看 那这个当你不同的分析 如果你要把它恢复 把它往上移 它就删掉了 最常购买 甚至是花多少钱 什么年龄 花多少钱买什么杂志 也可以马上统计出来 那这个我想请各位先试试看 就是在针对刚刚的那个部分 再多做练习 OK 试一下